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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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了 我们就正式开始 好的 您主要是讲一和三就可以了 好吗 行行 好的 谢谢啊 好的 请讲 你问吧 你问我 好的 就是您怎么看这篇文章吗 就说您认同 或者是 对不起 就是认为有可能像这些就是脱北嘴他们所运气的这样快吗 为什么 有可能 我认为 因为这个过去啊 我们对于这个北朝鲜政权的这个运作 包括他们领导人的这个做事方法 我们 基本上是 不知道 因为他是个秘密统治嘛 所以 呃 这次最近这半年以来 这个北朝鲜的 呃 这个动作频繁 而且最近 你看他出访北京啊 排场也很大 能看出这个人的一些蛛丝马迹来 当然我们是外国人看的不是那么准啊 他们这些脱北者 他们看的更准 呃 应该说他们的这个角度啊 我认为核武就更接近于我对共产政权的这种基本的一个预测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秘密操作啊 他真正的弱点往往不被外界所知 呃这个真正的弱点暴露出来之后呢 有可能就是灾难性的 所以说共产政权的垮台啊 像前苏联政权垮台那样的啊 可能会来的非常迅猛 呃北朝鲜其实现在已经被呃逼到墙角了 呃他呃有可能是呃金三胖拼命出访会暴露出来一些毛病呢 让他们北朝鲜的这些精英阶层就是那些年轻的有知识的有能力的人看到机会 他们可能会随时发力 所以呃如果说导致呃北朝鲜政权的突然垮台的突然降临的话呢 呃我不会感到吃惊啊 这就其实中国习近平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局面也类似啊 呃社会矛盾呃非常多 但是外界看不到外界只能看到冰山一角啊 呃但是实际上这个呃 呃所谓讲春江水南也压先知啊 就是这个呃这个水底下的那个温度是多少 呃外边人站在岸边的人是不知道的 呃在里边的人是知道的 所以这些托杯者的这种呃这个他这个说法 我我认为有有有一定道理 哎呀说明他们思考这些问题啊 思考推翻北朝鲜政权 呃思考了大概是十几年二十几年 呃一直找不到突破口吧 啊就像我们中国的受打压的民主人士 法轮功人士 呃这个将呃 将读藏读人士呃 一直在寻找裂缝啊 寻找这个政权的裂缝 呃可能看到裂缝之后 他们就可以呃借机呃借力打力了 就可以呃这个协调内部的呃想搞事的人 出来推翻这个金三的政权 呃我相信这个全世界的朝鲜裔的人都愿意看到北朝鲜 早日改变啊 朝着如果不能朝着南朝鲜的方向改变的话呢 哪怕朝着中国方向改变也比他的北朝鲜好 因为北朝鲜现在还饿肚子呢 他们就处在咱们五十年前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六零年的时候 呃练肚子就吃不饱啊 呃这个尤其是到现在呃 可能是这个情况不接的时候就没有粮食了 太惨了啊 这个稍微在这个信息革命大潮的这个冲击之下 稍微有点外界的信息传进去啊 人民的思想都会迅速改变啊 其实中国在文革默契的时候 年轻人呃也是处在这么个情况 呃就说对于来自外界的信息特别敏感 那因为现在北朝鲜啊 你看最近又是到南韩去参加奥运会啊 啊又去到中国领导人访问啊 回去之后大肆报道啊 再加上直接能够跟川普总统啊 能够约上会能够呃跟川普见个面啊 呃这个而且日本手枪也排着要见 呃这个频频动作当中不可避免的 会让台湾呃这个北朝鲜的这个精英阶层 看到更多的外部世界的真实的东西 他们会人心思变的啊 我觉得只要人数多到一定程度呃 推翻北朝鲜的这个政权应该不难啊 应该是不难的 嗯 然后这呃三个问题是呃就是他不是谈了两个理由嘛 一个是说因为是川普哈 就是说呃对朝鲜的制裁 然后一个是第二个理由呢 是说金队伦他本身他是一个就是说 嗯 呃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其实我想最主要的啊 我认为哈就是我认为你没提到的最主要的可能还是来自人民和人民之间的这种信息的沟通 人心思变催化了北朝鲜精英阶层和广大的北朝鲜劳动人民的这个人心思变 就像心里有个蚂蚁在爬就觉得外面更好啊 这个在咱们中国人当中文革的早期还没有这个意思 到了文革的末期就有了 好多这个下乡知青年不愿不愿在农村呆着宁愿到城市呆着啊 有的时候偶尔还能见个外国人啊 那个时候就有些同学啊 那个时候文革后期的就开始嫁外国人啊 或者有海外关系就可以慢慢就走了 这个一团师十三百啊影响很大到直接导致了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事件就是青年要愤怒要要要表达自己的不满聚集天安门广场 北朝鲜我相信也到了今天啊也到了这个局面了就是很多人知道外边的世界比我们过得好 虽然我们老诋毁人家但是有机会看到呢尤其看到南韩的同胞啊 因为一模一样嘛都是这个亲戚啊尤其到了南南朝鲜人一看一打交道一说话看看人家的这个这个生活标准啊 那应该是羡慕嫉妒恨啊而且还有现在更多的人到中国打工啊也有也有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到中国打工还有像那个脱北者都是先逃到中国然后再逃到东南亚然后再绕一个大圈逃到南朝鲜去寻求一个庇护南朝鲜是给他们优待很好的这个待遇啊 这些驼北者啊他们本身在国内的亲友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回去这都是直接导致一个人心思变的状态这种效果往往比川普总统啊这个冲击力更大像川普总统呢他只是一个呃国际政治领袖啊他呢就是呃是非常具体的啊就是这个信号能传达进去啊让让这个北朝鲜 当然北朝鲜官方宣传这个这个消息的时候应该是他会呃编个瞎话的他说川普求着啊求着我们的这个大领袖他会吹了他会吹呃但是我觉得啊由于这个交往的越来越多呃这个北朝鲜的人民呃精英阶层吧啊就是领导阶级看到外部真相啊这种呃诱惑力啊对于他们人心思变应该是最重要的 我我我我这是我的补充 那个就是说你认为金正恩的政权就是他呃也是他那个消亡跟中共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是他呃天就消亡了或者怎么样子 金正恩跟这个中共这个关系啊是是比较微妙的因为从咱们中国人角度来讲啊不是不是不是你我这样的人是中国呃共产党掌权者的角度来讲呢他们还真不希望金正恩一下垮台他们需要这么一个看家狗啊 因为跟美国斗的话这个呃几十年以来就是用北朝鲜作为恶狗啊不是说不出来自己说不出来的话表达不出来的愿望呢呃通过这条恶狗啊来来放出来 然后中间再唠个老好人中国是一直是用这个方法来用这个北朝鲜的是北朝鲜的一个棋子一条狗呃但是这个东西越玩呢面临着可能玩不下去了 因为金三胖嗯他没那么傻现在能看出来啊这个金正恩啊智商很高啊这个人你别看他三十多岁啊他智商非常高他的智商比习近平要高一两个数量级的所以他很厉害他现在也不愿意呃充当中国的一个玩偶他想直接就跟美国谈啊直接从美国的拿好处啊当然去美国之前呢先到中国再拿一拿一点好处啊所以这个他玩的非常漂亮比他爹玩的漂亮 比他爷爷玩的都漂亮呃所以说中国对于北朝鲜的这个官方的态度和民进的态度可能是矛盾的这个矛盾最后也是不太好处理呃现在实际上我们对于习近平怎么对付北朝鲜还有点吃不准不知道他到底是想希望北朝鲜学中国改革开放啊良性朝着良性改善真正的发展自己的经济让老百姓能吃饱饭啊还是希望啊 北朝鲜继续穷兵独武然后呢悄悄的违背联合国的协议支持北朝鲜啊进一步发展核武器那么就是实际上是鼓动他跟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僵鼓动北朝鲜啊然后制造更多的核武器啊破坏联合国的所有的协议啊做他的这个黑社会老大 这个我们吃不准我都吃不准我不知道习近平到底想想干什么啊因为习近平这个也有可能自己啊也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计划因为一方面他要来自美国这边的制裁贸易制裁啊还有其他的各种不满 呃另一方面呢他又不愿意放掉这个所谓的传统的老朋友啊就是中国用这个将近一百万人伤亡的这个代价啊保卫了一个金三残暴政权啊这么一个所谓的传统的友谊打引号的啊共产党的友谊啊这个中国因为过去共产党政权付的代价太大好不容易交来这么一个呃就算一个伙伴吧 因为国际上共产党政权像这么邪恶的共产党政权已经不多了啊所以他可能也不愿意被朝鲜变成一个良性的威权统治啊搞改革开放让老百姓发展经济吃饱饭所以还真不知道习近平他是个什么态度呃其实这恰恰是危险所在越是习近平犹豫不决啊就是让外界猜不透尤其是让朝鲜啊这个朝野猜不透习近平真实想法的时候 呃这就会出事啊这就会就是因为没有互信没有互信就会出出大事所以中国因素在北朝鲜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呃传统上讲呢金三上台以来对于中国是不信任的而且不仅仅是不信任而且是高度不信任呃你提到把他的姑父这个杀掉啊呃把他的这个亲哥哥给杀掉呃都是因为呃中国的 因素呃因为他姑父是亲华的呃愿意跟中国合作他这个亲哥哥呢有可能被中国用来呃取代他的呃扶持他哥哥上台呃跟把他干掉所以他对中国是极其呃防备的呃不信任中国的所以是这么个所以中国因素对北朝鲜我认为是一个呃不确定因素有可能是一个导火索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啊好不客气 好好再见